嗨大家好我是一颗知了 今天我要吃一些潮汕的美食 嗯这个是那个 好歹烙 我也不知道这个赌银对不对 还有这个砂锅粥 这里还有这个菜果和三饶饺 先开瓶可乐 这个叫果肉 嗯赏个尝 我感觉挺好吃的 它里面那个脆脆的是马蹄嘛 嗯 里面就是长这样的 嗯 主要是一些肉馅和马蹄 就是感觉这样剁起来 会感觉摇起来很爽口 这个真的很好吃 蘸一点这个酸梅酱 再来上一个三饶饺 这里面能尝到一些鲨肉的感觉 就是那种小小的干下 怎么都这么好吃 嗯 之前我不是也拍了一期 那个上尾的小吃吗 嗯我觉得 怎么潮汕的 我感觉比上尾的更好吃一点 那当然就是针对我 我买的这些店嘛 然后还有这个 嗯 好歹烙 这个的话 嗯 我不太知道这个赌银 我还摆脱过了 但是那个毒瘾我还是念不出来 来一块 这个好像就是 嗯 鸡蛋和生蚝吧 里面有很大块的那个好肉 嗯 我感觉还不错 但是这两个是特别好吃 这个果肉 还有那个三饶饺 好吃好吃 来赏一下这个沙瓜粥 这个我们就有 好多大排当都在卖的 里面就是有一些虾 我点的是那个虾蟹粥 就是里面很多虾 虾还有蟹 好吃的 这个粥就是一种很鲜香的味道 它里面还会放一些葱 还有一些脆脆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 嗯 有点像姜油口感 但是我感觉不是姜 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吃 哎呀我感觉这个粥真的很好喝 这个螃蟹里面居然会有一点肉 我以为它就是那个 单纯的就是煮个馅殼进去 来一个菜果 哎 这个叫果肉 嗯 我感觉这两个都特别特别好吃 然后这个的话 它可能更烫一点好吃 但是我刚才回来说 嗯 因为呢 因为在等这个砂锅 走进去他们不是一家店的 然后就等了一会儿 这个粥就是它应该是放了很多虾 蟹进去熬的嘛 然后这个整个粥喝起来就是很鲜的味道 就什么配料都不用 我都觉得好好吃 它这个感觉就是有好多层的 它外面那一层炸 炸的特别的酥脆 里面还有很多那个料 我当时还想着就是弄回来之后 嗯 就是给我家里人分一半一半嘛 因为他们应该也挺想尝一下这边的那个味道 我现在吃着我感觉特别特别好吃 这个可能吃不完 但是这两个一定可以吃完 这就是那个大开大开的好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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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完了 这几个留给他们尝一尝 他们说要想尝尝倍的 然后这个的话 嗯 我感觉不太对我胃口 豆河下来的话 我觉得潮山这边的事好好吃啊 然后 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拍第二期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